我身邊的朋友一直都說我很有偶像貓服我 由我認識他們,我的標籤 大家對我的評價,第一件事就是 搓 我自己的確對於唱歌,或者對於幕前 我覺得是有一種束縛的 即是那個束縛是我要很戰爭兢兢 很乖仔,一個很正面的形象 跟每一個人聊天,現在也是 只不過是以前那種很官腔式 越大就發現自己也沒有那麼多人留意 所以不用這麼做 這個世代大家都喜歡真實 其實我們可以更加開放一些 直接溝通,我覺得是好的 我自己也真實了 我覺得人生應該是精彩的 我想站在一個很多人的舞台 在我說話不聰明的同事 在我唱歌或者舞台上面給大家聽 給大家看 有人可能發了一些訊息給我 即是說,你這樣就叫阿忍 照一下鏡 等等很難聽的說話都聽過 人家的批評其實對於自己來說 都是一種進步 可能真的不夠英俊 可能真的跳舞我要更加好一點 唱歌更加好一點 更加做得好 你這個人才會好 韓國的訓練 我覺得是很有系統性 很完善、很完整 其實當時的經歷是很深刻 和很壓抑的 我們在國外過去做訓練 就當你是一個藝人去對待 標準是很高的 有一次訓練的時候 他做一個腳步動作 這樣做不到 他就一腳踢住我的大腿 就是右邊的大腿 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嚴謹 之後他也有跟我說 要做一個真的好全能 或者是做一個實力很強的藝人 是不簡單的 我身邊有個朋友 我覺得可以開他的名 歌頌一下他 就是情文症 有一次我突然收到 他一個視訊通話 跟我說 他們一群很開心 喂!我們在慶應工藝 你在做什麼 我收到他的電話 收到他的視訊 我真的很想哭 我又不敢說 我正在吃飯 我跟他說 不要啊 練完東西就回家了 然後他說 不要這樣 我們都很支持你 就是因為有種種的溫暖 我自己會多一點動力 去訓練得更加好 回來 所以這個是 真的好多謝你的朋友 這首歌就叫做 Keep Alive and Excited 其實這四個英文字的頭一個字 K-A-N-E 就是我的英文名 名字對一個人的定義 可以是很隨便改 或者可以是傳承下來等等的東西 我想把這個英文名 分開去有一個意念出來 可以把這個概念 把這個信念好好地告訴大家 其實人生可以很精彩 雖然某時候會覺得很不開心 但是找一個抒發到的方式之後 是可以很精彩的